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和我的家族有关 也和一段大的历史背景有关 我身上的这枚校徽曾经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其中也包括我的爷爷奶奶 他们都毕业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 成立的第一所战时联合中学 它的名字叫做国立一中 从1937年到1949年 这所学校总共培养了4000多名学生 而他们只是那个时代千万个流亡学生中的一份子 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和我的父辈们一样 有着跌宕起伏的故事 在过去的三年中 我和我的团队去拍摄了一部记录长篇 寻找这所学校走过的足迹 故事源自一则新闻报道 2019年春节 我在苍州日报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苍州一中流亡师生创建国立一中 上面写的是河北的各所学校 他们在抗战中流亡办学的事情 其中提到了我爷爷的名字 我把这篇报道发给我的爷爷奶奶看 他们虽然已经90多岁了 但是他们还是会看微信 就是非常的时尚 然后我爷爷看完他非常的激动 他嚎啕大哭 我奶奶说他这辈子都没有看过爷爷这么哭过 他们拿出了很多的老照片 跟我讲起了国立一中的事情 我奶奶还告诉了我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 我的家族也是随着国立一中迁移的足迹 从河北到河南最后落脚在了陕西汉中 我的爷爷他在一中就读了初中高中之后 考上了西北联大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 后来又回到了国立一中任教继续从事教育 国立中学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 它又是如何消逝在时代的尘埃中 它和我自己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带着种种的疑问 我开始了这一段寻找的旅程 在拍摄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 我也去研究了国立一中学的这段历史 翻阅他们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 同学录回忆录 通过这些信息我了解到 就像是国立一中毕业的校友 他们很多都考上了西北联大 西南联大 后来从事科研工作 也有很多在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 从事教育以及各种技术工作 成为了抗战胜利之后 以及建国初期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这些校友如果都健在的话 大概有70%以上都是90岁高龄了 那剩下的30%也是85岁以上 看到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立刻意识到了做这件事情的紧迫性 我们必须立刻去找到他们 去采访他们 于是我们就到了寻找的第一站 河北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 华北地区的多所学校 包括玉德中学 苍州一中 还有博振师范 邢台女中 郑定中学等等 这些不愿意做亡工奴的老师 校长和学生 带着他们学校的图书和仪器转移 一直汇聚到了河南西部去建立这所学校 说到这一段千校的路途 很多人都讲到了最后一列火车 他们说那列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 我们采访的一位老先生 他说他的妈妈在车上因为缺氧 晕了过去 我奶奶说那列车开得很慢很慢 车上不敢开灯 因为害怕有日本的飞机来轰炸 一旦听到飞机来的声音 列车就会立刻停下 车上的人纷纷向两边的田野疏散 飞机走了 人在上车 还有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那位老先生和他的同学们坐在车顶上 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坐在边上的同学因为害怕掉下车去 所以拿绳子把自己拴住 当时已经是北方的深秋了 冷风一吹 人都快要冻僵了 为此我查阅了很多的资料 我想找到最后一列火车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出去的 后来我发现了 他们乘坐的并不是金浦县 和平汉县上的最后一列火车 甚至不是同一列车 后来我想明白了 就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 谣言四起 每个坐上车的人都以为自己 是抓住了最后生的希望 汤州的另外一边 严运和签校的博镇师范学校 杨玉如校长 也是后来在十一年中担任 国立一中校长的这位先生 带着他的学生和老师们 把刚刚采购的这些图书和仪器 搬运上了两艘大船 因为当时在运河上还没有汽轮 只能靠人拉欠往上游走 到上游到河南之后 没有了水路 然后老师和学生们 就把这些书和仪器都背在身上 有的孩子脖子上挂着显微镜 就这样一直走到河南 在我的采访中 有一位老人他说 他的父亲是孙万青 当时在博镇师范当美术老师 和他的哥哥也在这个迁移的队伍中 他的哥哥到晚年的时候 经常会想到当年走的那一段路途 就是没有白天黑夜地走 一直走到了河南西川 国立一中成立于1938年3月5日 我们跟随着校友们提供的线索 去寻找这所学校历史的现场 走到了国立一中 当年办学的很多校址 在今天的河南西川和西峡口 虽然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到过 但是这个地方却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 因为在校友们的描述中 这里就像是桃花园一样的地方 给他们这些从战火中牵出来的孩子们 安放了一张平静的书桌 因为迁移的路程太艰难了 所以他们就格外珍惜 在这所学校里面读书的机会 在今天的这个校园里面 还有很多1997年建校50周年的时候 老师和当年的校友们 捐建的纪念碑和教学楼 今天依然在沿用着 在那个碑课上有很多的名字 让我感到很熟悉 因为我采访过他们 国立一中曾经办学过的地方 很多现在已经是当地的名校了 就像照片中的这个学校 它叫做西霞一高 一所县级高中 它每年从1980年代开始到现在 每年往北大清华输送近十个学生 然后它的一本升学率达到了96%点多 这大概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他们还保留了当年 国立一中留下来的校训 不敷衍 不作弊 而且我们听说在西霞当地有很多的老师 当年都是从国立一中 读书 毕业 然后留在当地任教的 我们确实也发现 在国立一中迁到 晚西地区和陕南地区之前 这些地方很多是没有中学教育的 所以国立一中学它的意义还在于 将教育的新火拨洒到了更多更远的地方 如果说到了历史的现场让我们感到亲切 那么最后一站到陕西汉中找到的很多史料 让我们感到很震撼 1944年的时候 日本打到了这个河南晚西地区 一中被迫再度迁校 这一次很多人都是徒步地从河南走到了陕西 仍然是带着当年抢运出来的这些图书和仪器 辅老 邪幼 走了好几个月 有的甚至走了一年 翻越秦岭 到了这个陕西城谷 在路途中 哪怕是在破庙里面或者是短暂停留的驿站 他们都会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在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 我们在汉中市图书馆里面 发现了1937年从河北抢运出来的这些图书 将近八千册 我们当时就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我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就这些书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而且书上刻着是各个学校的印章 有的是博振示范 有的是刑台女中 这些印章都在述说着 这一段作为战时联合中学的历史 还有在汉中市档案馆里面 竟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国立一中从1937年到49年全部的档案 而且当时在这个馆里面的研究人员 他给我们讲了一段 在这个抢运过程中 他们也是非常的艰苦 有一次敌人打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些资料藏在一个山洞里面 后来敌人走了 他们又把这些资料又抢运过来 因为这一段路途也是非常的艰难的 他们是水运要通过汉江的黄金峡 那个地段 那个地段水大浪急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 其实就好像是我们在绘制一幅藏宝图 从了一个线索到下一个起点 然后一站一站地慢慢铺开 最后学校迁移的这个版图 完整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我们的拍摄团队里边 也是大部分都是90后 只有我和我的出品人张斌是80后 那我们要寻找的 也是一群8090老人们 他们的往事 在四年中 我们走访拍摄了很多全国的校友 他们每每说起在学校读书的事情 提起老师同学无不感念难忘 尽管生活艰苦 但他们对于学校的记忆 都是那么的美好 这让我明显地能够感觉到 这所学校对于他们的塑造 不仅仅是知识的塑造 更是精神的塑造 而且这样的塑造影响他们一生 让他们日后在很多的磨难中 都没有被摧毁 被打倒 这部纪录片在拍摄完成之后 有三个我采访过的老人 都相继离世了 其中也包括我的祖父 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如果我们的纪录片 从十年前开始拍摄的话 是不是能够拍摄到更多 更珍贵的东西 这也是纪录片带给我们的感悟 就是时不我语 我们必须立刻拿起 我们手里的摄影机 甚至是手机 去记录这个时代里正在发生的 或者是快要消逝的人和事情 为了让纪录片的表现形式更加的丰富 我们也对历史进行了多种在线的形式 包括真人演绎 还有插画动画等等 但很多我们看过的 看过我们影片的这些观众 他们都说 其实我们的影片里边 最吸引他们的 最让他们难忘的 还是我们在口述历史采访 那些老人的那些场景 我想这就是历史投射在人身上的印记 反馈给观众的最真实的信息 虽然我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 但我觉得纪录片的导演 其实不仅仅只有导演一个人 在现场拍摄的时候 摄影师是导演 在后期制作的时候 剪辑师是导演 在配乐的时候 作曲老师是影片情绪的导演 包括灯光 录音 特效等等 每个人都对这部影片进行了 再次的二次的创作 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经历了 拍摄制作的三年过程之后 共同汇聚在一起的 对这一群老人 和这段历史的共同的理解 今年918的那天 我们在一家朋友的书房里边 做了一场这个影片的 内部放映分享 当时我的出品人张斌他说 今天上午他走在街上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拉防空警报的声音 他停下脚步 助力了很久 他忽然意识到 我们做这样的一部纪录片 也是为了纪念抗战中 这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做出了自己的一点点贡献 那一刻他忽然觉得 这部影片在制作过程中 那些艰难 那些困难 似乎都是值得的 相隔着历史的长河 我们感受着两个时代的教育之间 微妙的关联和变动 我们以纪录片的方式 见证了一段抗战时期的教育史诗 通过影像也感受到了 那一代人的精神和气息 我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参与历史建构的途径 让我自己在拍摄过程中 找到了我的来处 每个人 每个家庭 都是时代的倒影 我的演讲结束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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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